我听静雅说了 但也不能不吃饭了 我大早上不去叫她 门也不开 话也不说 实在没办法 要不你去劝她一下 陆向 是我 我给你带的早餐 吃一点吧 我给你带的早餐 没关系 如果你要是没有胃口的话 我就把早餐给你放在外面 我也在外面 我也在外面 如果你饿了 或者是想找人说话 我都在 我都在 怎么样 还是没理我 那怎么办 他可能想一个人静一静吧 没关系 我在这儿陪他 你别担心 行吧 那我先带苏略跟洛伯去排练 一会儿再过来 好 我今天不来跳舞了 为什么 生病了 这陆向怎么三天两头生病啊 我看他是刻意逃避训练 你见陆向什么时候逃避过训练 我看是你们两个 整天蓝蓝散散 你对我们俩这么严格 对陆向那么纵容 这不公平 就是 不公平是吧 行 你们两个自己去找他 好啊 找就找 走 队长 我们开始了 我准备好了 开始吧 陆向 我看你早饭也没吃 我把他收走了啊 陆向 你这样总不吃饭 身体也扛不住啊 我给你做了午饭 都是你爱吃的 你要不要出来尝一下 陆 陆向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听见我说话 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烦你的 只是你不吃饭 也不和我们说话 大家都很担心你 大家都很担心你 我也很担心你 陆向我连饭都没吃啊 我看来是真的生病了 这下午说了你们都信了吧 那生病了 应该喊雷娜姐姐来啊 对啊 那我们赶紧通知雷娜姐姐吧 好 等等 不下去 为什么呀 陆向生病了 我们通知雷娜姐姐 不是很正常吗 你们难道没有一点同情心吗 雷娜姐姐来过了 在你们排练的时候 雷娜姐姐说 不要打扰陆向休息 让她好好休息一下几天 嗯 什么病啊 要静养好几天 说到吃饭 我肚子都饿 刚熟练完 那个 站好了 我们可以吃你手上的那个吧 哦 可以 这是录校的早饭 但是有点凉了 这样吧 我去给你们俩热一下 哦 好 嗯 走 走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她叫郑宇 从今天开始 她就是咱们一家人了 好 莉莉 这个使用送给你 谢谢 我给你的微笑停满